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小明心里撩得七上八下的 喊了几声都没反应 小明心里琢磨 顾问这妹子真是对我有意思又不好 就直接说 亲爱的,来,想一个 这时却听到窗外有稀稀碎碎的脚步声 反光镜中看到一名穿着红裙 红鞋的鬼女人正向她这边缓缓走来 这荒山野顶的还能有别人 这时妹子转了个头 小明以为她醒了转头去看 一看睡得香着呢,简直雷打不紧啊 这个反光镜可吓坏了 红衣美人呢 莫非红大姐想从右边突袭 来了个左右加工 让咱左拥右抱享受幸福人生 果然红大姐跑右窗户去了 一张不难不绝的脸出现在窗户边上 还满手是泥的把窗户弄得厚脏厚脏的 可接着又神奇的消失了 然后就发现窗户上不断出现新的泥手印子 仿佛有个隐身人在往窗户上不断拍手印似的 这下可给小明吓坏了 接着发现车绝远自己动起来了 一股强大的神秘量 推动的车身将整个骑车来了个360度大卷转 那悬崖边上也没人呢 妹子睡得死沉死沉地打雷都行不了 无论怎么叫唤人就是温色而不动 从车头上俯瞰而去 再往边上挪动几米 下边就是万丈深渊了 还却激烈地拍打着海岸 莫非这个一手是你的红衣女 是从下边睡衣上来的 别想那么多了赶紧自救吧 小明赶紧扭动钥匙 想发动骑车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无论怎么弄都打不着骑车 就是汽车又开始快速地向悬崖边上移动了 眼看就要失手坠入悬崖下边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小明可激化了 紧张地往向窗外 现在这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也只能等死了吧 嘴里不断念叨着 哑眉得打眉快出手 但是汽车仍然不轻使唤地往悬崖边上滑动着 这可真是窗外女鬼强推硬干 车内小伙一通乱颤 旁边女友闭眼不看 直接小车不断乱坠呀 可真是活见鬼了 这可咋办呢 也不敢出去 眼看这车就要掉下去了 傻小子还在坚持不懈地呼唤阿弟 可人家是咋叫都不行 窗外已经是悬崖了 这会儿你想下车都来不及了 让你不早行动啊 知道傻叫弄多弄带了吧 刚才要是喝出去下车 把左边车门打开拉妹子下去 至于有这事吗 小明不断和红大姐求饶 可人家本来就是想弄死你呢 最后实在不敢看了 直接躺妹子身上等死吧 能死妹子怀里也算是直了 就这感觉窗外一束灯光闪过 原来是一辆打酱油的汽车经过 和他们的小车擦肩而过 奇怪的是 居然汽车不再往血压边上滑动了 惊鸿危定的小明 颤着微微地从妹子柔软的身上起来 紧张地向四处张望 这回啥都没有了 刚才玻璃窗上边 那些可怕的大泥手印的 也一起神奇地消失了 总算得救了 小伙心急若狂 如果那辆汽车再晚来一波 汽车就真的要掉下来了 这个真是太玄乎了 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啊 是爱情的力量 啊不对是车灯的力量救了俩人 俩人运气还是不错的 正是广播也恢复了声音 刚才那个熟悉的歌声又回来了 紧接着妹子也动了 缓缓地睁开沉重的眼皮 一脸懵逼的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么精彩的一幕 你都能睡着了 你这事都有多困 心有多大呀 然后扭头看小明 很惊讶地说 哦你咋 你咋了 脸色咋这么差呢 小明也不敢告诉他 刚才发生的灵异事件 因为他实在不愿回忆起 刚才那恐怖的一幕了 只能和他说 没没事 再纽车钥匙 汽车也好使了 然后陶冶式的驾车 一溜烟 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方 至于刚才那个红大姐是啥 到底发生了啥 小明压根是一点也不想知道吧 下期的语歌讲故事 将介绍球迷小李的经历 他为了赶回家 收看世界杯 匆忙地坐上一辆出租车 然而车外的景色 越来越不对劲 再看司机的表情 以及长相也越来越恐怖 那么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雨哥下回分解